除了这个黄金之外 确实您还有其他一些在关注的产品吗 实际我们对原油观察了一段时间了 因为上周我们也有讲过 我们聊聊方式对原油有什么看法没有 其实我还是 我认为说现在的原油还是在上周 我们所聊的这个逻辑之内 原油的逻辑呢 还是就是等待着基本面的指引 现在还没有到达基本面上的那个点 所以现在还这个 还在高位也波幅也不大 对我补充在上周 因为我那个时候有的强调说 可能有可能说原油还会持续的流失 可能还会有更大的空间 当然 北联储利益协议也对原油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当然我觉得原油这一段时间呢 一方面美俄之间的峰会 就因为这个是讲到政治方面的 就是说一方面美俄的峰会 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得相互教演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 我们知道伊朗的这个大选已经结束了 可能新的强硬派的领导人会上台 那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些多少 对会对原油产生一定的影响 或者说路径还不是非常明晰 我觉得还是在观察一段时间再去做判定 对 那我问一下 那其实如果是关注原油的话 其实您是期望于去抄底还是去抓底 其实我上周之前 我们其实都是有做一定的计划去做持续的持续的上涨的一些 多的多的 对对我们还是偏向多头 但我觉得这段时间相对 我觉得还是可能要理性一点 所以我们又还是先观察一段时间吧 牛翅的形态 我认为现在是没有 没有我说出现很大的变化 也没有说的 我们从我们来判断来讲 也还没有确定说转向 所以但是出现了一些扰动 而且在宏观或者基本面上面 也有一些比较难判断的点 所以我觉得还是先观望一段时间 好吧 我想原油呢 其实因为和上周的整个的观点也差不多 就是现在的原油受基本面的影响太严重了 而现在的基本面上也没有什么就是动向 所以还是缺乏一个实际的一个方向性的指引 所以就是或许现在处于一个可以提前关注的一个阶段 是不是要入手做的话 这个就看每位交易者自己的一个风格了 对 对 况且说我补充一下 也就是说宝尔街对于原油的这个主导能力是非常强的 就我们看到在过去几轮的这个市场的变化已经非常明显 也就是他们对于能源市场的左右能力非常的强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特别是原油的交易得特别清晰的读懂 或得看懂马尔街的意图 或者是美国政府的意图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但我认为现在可能还是先要观望一下 我在曲老师的基础上再补充一下 就是美国政府 就是我们不要低过了美国政府 或者说美国对原油的影响能力 但是呢 现在的问题是啥呢 现在对于拜登政府来说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通过2022年的财政预算案 这是他的第一核心内容 因为马上七月份了嘛 对吧 政府要关门了 对 所以就是现在的关注点还没有在这个点上 所以想抓住原油的大机会的朋友 一定要有耐心 现在美国政府的这个重心还在另外一端 是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再留意一段时间 但是我认为还是认为可能牛市没有结束 没结束 对 我觉得 那反正我们继续看 我认为说这个反正就是这个逻辑嘛 就是我认为说还是在我们上周 一直在讲的这个逻辑 还是在这个逻辑之内 可以一直看 没错 好 那今天的话 我们几个产品都聊了一下 也聊了一下关于通胀 基本面那些逻辑 屈老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内容吗 没有 黄老师这里有没有什么品种 我这边也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内容 我认为也讲的差不多了 那行 那我们本周的专一加一到这里就 全部结束了 谢谢屈老师 也谢谢大家 好 谢谢黄老师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再见 好 再见 谢谢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